这样它就是你稳定的 飞逐流那我不可能要这样子过吧 怎么飞逐流了 我也很飞逐流的 我手间没电了 刚抽雪了 看我的手臂都是中的 医生有给你初步诊断吗 没有初步诊断 叫我这个雪车几大百块钱 我的心真的是在 因为它没有目标 它就会每个东西都脆出 而且它跟我说 因为当时它说 吃便当 如果你想尝得更紫薪那你要做一个cd 我说 它说要几百块 我说我那不做了 你做吧 身体最重要 你今天就这么没做cd 你可能都检查不出来 你不如去做了 一了百了好吧 不是 它这个雪就给我检查了很多了 来让我看一下 这么大一个单子 狗叫贵阳你怎么知道 这么快就到心中了 对啊 心电图 我吃了相貌肥的 心电图是最便宜的 嗯 雪青什么蛋白什么 欢迎我们有特效的 雪青鸡蛋白 雪青鸡 酸什么鸡蛋白 打工可能晚上的餐厅就是 就是 啊 啊 我袖子上站到了 我的新衣服 我把衣服脱了 医生没有说 因为医生我要现在等一个半小时之后 等取到了我这个雪的报告之后 他才能够看病 谢谢你的石的鸡蛋白 谢谢你的石的鸡蛋白 吃的香棒 他跟我说 就是我心脏这个东西 我刚做了心电图 其实也没有查出什么东西 谢谢你的鸡蛋白 就和我之前做的一样的 他让我必须要背一个那种动态心电图 就背一个动态心电图的那个机器东西在身上 就以前我也有做 医生就要不要背那个 谢谢你的鸡蛋白 谢谢你这个 我觉得这不是吃饭的东西吧 看很多我现在穿毛衣的 谢谢你的鸡蛋白 我最近就是很难受 我什么 其实我吃不下什么东西 怎么突然在刷鸡蛋白 直播了 哦 对对对 真的啊 真的啊给你们宣传 哎呀 那你送我一个水 怎么在刷鸡蛋白 一杯千里两块钱 真的吗 你可以 太好了 那我可以要包瓜子吗 我不想要水 不想要一包瓜子 我买了水了 不想要一包瓜子 是不是全家海底路线 啊啊啊 啊 不算我买了 好受病啊 没事没事 我盯上 artist给你也说 你是在哪儿就行了好吗 嗯嗯 现在的话就不怕阿 好热心的店啊 大家多去全家 我们全网友几千万个粉丝 好了 病嘴太丢脸了 太怕那个 真好看 太热情了 店员 胆囊跟吃饭有关 那我怎么办 我要过去啊 能过去吗 我帮你挡住 帮你挡住 你让他帮我拉住 没事 我把头帮你 我用头把你挡住 谢谢我就是这么熟练的夜碟 谢谢你的夜碟 请吃个白菜 你刚才误刷吗 帮我包拿走了 拿走了 因为我把我的化妆包放在你包里了 我说一起拿走 不是 我最近要跳舞啊 我背那个剪辑有什么用啊 你们不想一下 我现在背那个剪辑没有用呢 那个要背24个小时呢 我现在24个小时之内可能有12个小时在跳舞 放凉一点 你们刚刚出来刷鱼元帮害得我还以为有人骂我的 我还专程看了他 后悔这次 其实也弄了这么多东西 其实也不算后悔 就是觉得 在等报告我们现在 感觉蛮充足的 结果谁知道 就真的就是这种 半路杀出陈咬精 你说为什么会是陈咬精 对 我说为什么会是这些东西 这些工艺 这是陈咬精 就是我饿了我的身体分泌 胆直没有消耗掉 然后是这样的呢 我知道这里没有及时吃饭 而且如果没有吃早饭 经常不经常吃早饭就会容易跟 那我们都经常不吃 但是我最近两天突然吃早饭了 然后出问题了 就是他习惯了不吃 突然给他来了很多东西 消化不良了 对 而且我不好吃 怪不得我这两天心作愈是说 让我不要暴饮暴食的 我没听他的话 我这两天真的在暴饮暴食 不管是谁都不能暴饮暴食 好吧 我好后悔哦 要刷完这得病了怎么办 但是我真的好痛啊这几天 我就觉得我以为是我自己 就是我以为是我自己冷血喝多饿的 什么有人骂我就骂回去 不会啊 如果有人骂我的话 你们就要把他刷走 因为你骂回去的话 他就开心了 他就会得到存在感 他就胜利了 我们就要看不到他了 若无其事是最好的报复 这样子 他就太快乐了 不要骂人 对啊 因为骂人的话你会变成那些臭东西一样的人 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骂人 这是 该骂就得骂人 因为我觉得事宜长期以致宜 就是用你的方式让你难受 我觉得可以嘛 而且我觉得 这个生产生吁也是 哦呃 忽然认真的 认真是 喔呦 真的是 所以爱的不能纯谋寡容 当然等节目出来 这节目出来可能我又觉得值得 然后现在我就恨我自己 我一发就这样子 我生日过年前我就是这样的心态 我就想怎么不毁灭了我 真的好乏 我好恨我自己 而且生日过年前必定要生一下病 我感觉 不生病身体一半棒 吃麻麻香 你吃东西了吗 这个香茅肥牛饭超级好吃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心的全家都买不到 非常很热门 就我们生活中心的全家小一点 供货少一点 这边就是比较大 后面就是比较 市中心的全家是不一样 确实好喜欢这边的全家 对啊我今天好好看 我觉得今天超级小 特别是张雨昕今天说 在唱那个me live的时候 他说你今天好肿 然后我当时啊 心本想糟了完蛋了 今天这个应该是那个 点了一个回锅肉饭是吧 对啊 点了一个回锅肉 但我原始你是睡眠不错 对我是那种就是 嗯怎么说呢 哎你那天说我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是吗 说一下吗 回锅返照 是不是 对 因为我就是我现在每天平均可能睡两三个小时 然后我就是 发张了明明是四个小时 今天四个小时 前天昨天昨天 前天都是三个小时 嗯 两个小时 然后就一直刚一天 就两个眼睛 但那人呢 像同名一样那种刚一天 但那人又很兴奋 对一会儿兴奋然后一会儿很烟 一会儿很兴奋一会儿很烟 所以我说他回锅返照 我就是不知道我怎么了 我自己睡的好吗 我就是睡的比较晚 但是时间很长 保证了 就是睡眠时间有保证 但是睡的很晚 就我现在突然一下子 就是醒的非常非常早 是不是因为你吃退黑素的人 我以前吃特醉可以睡很久了 确实 酷脆 我已经晚到有生物中了 我有生物中了 我现在每天八点准吃起 那你早点睡 你八点就睡了 嗯 我跟你说我去睡眠科 看他也只能给我开那些药 可以吗 那我们吃着呗 就是什么神经脆弱的那些 安眠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嗯 如果你必须要那个叫什么 睡觉 他就会给你开一个安眠药 他是不是不会给你开太多啊 这个安眠药是不是不会给你开太多 等我这个 这个节目搞完了 我好好休息的时候 我就吃安眠药 九点半就睡了 那你是小学生呢 就是我小学了就九点半睡 我小学了就九点半睡 就是调 调时间 因为他的安眠药其实还好 没有多大的那个 没有多大的那个 副作用 因为你就吃一颗就 哇吃一颗 十分钟就昏了 嗯 十分钟直接像被人打晕 一磅就给你敲下来那种感觉 那我现在这个推速我也有 半个小时必入睡 但是之前推速我给你们说 昨天我吃了可能就十几分钟吧 我就睡了 昏成了 这几颗 一颗 现在一颗都有作用了 以前要吃两颗 那说明你本来就昏了 不是我是累 就是脑子很累 你本来就累了 最近确实脑子很累 哦 睡眠可以强化记忆 难怪我觉得 睡眠常可以强化记忆吗 难怪我总觉得我的记忆减退了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完全没有记忆力了 不是你 他刚刚说什么呢 睡眠常可以强化记忆 哦 我也这么觉得 你损伤记忆也 你现在记忆 我现在我就损伤记 我现在话说不行 我感觉我痴呆了 我觉得我要痴呆了 而且因为我最近在玩一个 山东的牌 在台上说话 用手机在玩一个山东的牌 叫宝皇 我刚才说了100遍宝皇 就每次问我 又在玩黄宝啊 可能是因为我太想 叫宝皇 宝皇 结果看到又要说 他又在玩黄宝 阿兹海梦 不至于 我想吃汉堡王啊 而且刚刚我做了新店图 那个小姐姐 她让我把衣服老了上去 这趟时候我把衣服全部卸上去 你知道我多尴尬吗 检查身体是这样 你 你好意思不 我怎么了 我好多次啊 我为了检查身体 一个生病的人 还在乎这些羞耻心吗 但是我当时就是在乎 那说明你还病得不够重 不是 所以我觉得 灯又很亮 你知道吗 又很尴尬 随身 我就很害怕有人会进来 不会的 他只拉了个帘子 因为 可是你想一想 没有安全感 人家就算进来 也不是为了偷看你的身体 人家只是着急想看病 对啊 但是我就怕 我的身体暴露了 暴露了没关系 不暴露了 我都想了想 如果我是一个重症患者 我是来求医的 一个再美的美女 在我面前脱衣服 我都不为所动 我只问医生 我这个病怎么办 怎么怎么样 没有心情 因为她看到了美女 然后完了就病好了吗 哇塞 哇塞 你应该一点病都没有啊 你应该长命百岁才对 照这样推理 我都知道是这个病人 真有这种 但是心情好 看美女心情好 就这样 就我 一学其进 那我就这么说吧 原来轻闻是个药影子 我们又治疗这种不治之症有用了 就是把轻闻的裸体供出来 滚 轻闻药影子 让轻闻在那摆一摆 大家都治好 对啊 你又不是唐孙 又不是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唐孙 而且人家唐孙说不定 都都都都都那个是 哎 我都想过 那么多妖怪要吃我的肉 那吃一块也是吃吃死了也是吃 我就把我的肉割一块炖汤 然后给大家都喝一口 那大家都能尝尝不劳 那他们要吃的是肉不是你的汤啊 那我剁成肉丝 肉丝 那这样你包成包子给他们 对我剁成肉丝 我炒青椒肉丝吃 我每人分一点 大家就饭吃 都能尝尝不劳 我也只损食一点点肉 谢谢玩NAS的 抽口的夜景 大家的名字都好 好听好听 谢谢爱玩NAS的抽口 这样我跟妖怪也打好办关系了 对我剁成肉丝 有个屁股你跟他打好关系 他只会越吃越想吃 谢谢外婆的肉爱发店 因为他打好关系之后 他就可以送给我 哇 你给我解锁了一个专属带什么叫 送我去西边 谢谢外婆的肉爱发店 可能唐孙要走 唐孙要经过9981难 要走好几年 但我这么一招出来 三天就到了 因为大家都不 都不谋杀我 直接的 火速的送我离开 送我成天 多好啊 我解锁了吗 那个专属单有什么意思吗 你要在那个主页点一下 他才可以抽奖 我待会儿去给你点一下 然后他去车是吧 对 好我保援你 我给你祈祷 你一定会抽 十万个鸡腿 把唐孙的痔疮割了吃 你还饿了 你会中奖 中大奖 在口袋18最大的奖 最大的奖是鸡腿五折券 屁他们说最大的奖是8880个鸡腿 是鸡腿五折券 就是买首针 那好我帮你抽一个五折券 怎么样 我把五折叫来 给你一个五折券 你长的这些东西都是老刘队啊 那我呢 我是青 那我是七折券 那你是什么医生 章 鱼 鱼 西 西 西 你没有 你的鞋印我都不知道你是几折 你没有折扣 我 对 确实 你没有折扣 X 我心里美 我知道你是 你是 我知道 我是你只要买鸡腿就是个X 永远买不了鸡腿 省钱 好吃吗好吃 冒香肥牛饭 对 因为是X 就是没有就是原价你就是 你不能打神 但是我 好过分啊 我刚才想在这里买两包酸菜 牛肉面回去打一个鸡蛋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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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这买就贵 我们去想卖 对我们去想卖 他买到一袋子有四包 对对对 买一袋一袋 所以煮不买桶 什么都不买 不是桶的 我刚刚看了包中他单个单个一包一包的那种 他这里还 它这里是 那种一袋一袋一袋的 不是那种一大包的对 那种好吃的我要慢慢吃 如果有人给我拼的话我可以跟他买一袋 这不是摆起来就是花菜 没有人拼的话我就自己去买一袋 单单 买袋泡面还要拼单这个过分了 这是名媛生活 对 但我在某多多买了很多素食产品 哎呀不用吃那些 我觉得是不是我吃那些东西吃出问题了 因为我们现在最近都在那个抖鱼上面买那种东西 不是不是你让我买红油面皮的吗 哎呀那个红油面皮红油面皮 我说的是其他的 我已经倒了 我觉得有点累了 我是不是吃上个面吃出问题了 不是啊 就是你自己有问题的 关那些面什么事 我总感觉我只吃东西吃坏了 不是啊 因为我们为了节省钱嘛 不点外卖 然后我们就在网上买那种很便宜的 套面 对我那个面可能成本下5块钱一桶 我这一袋2块5吧 5块 我那个是盒装的那5块盒粉 我说的是你在瑞杰那煮的那个 哦 瑞杰那是免费吃了 不给钱 是我今天在瑞杰反正煮瑞杰的面用瑞杰的锅 对 但是我还是要洗锅的 那当然了 不能让张瑞杰给你洗啊 确实他说他要给我洗锅说不不不 我这确实太不好意思了 我以为在他的锅里在门口 因为张瑞杰的语气是这样的 哦吃完了 我洗吧 他说不不不用不用他 没事我洗吧 对那个盒粉真的非常好吃 听到这句话谁会让你洗 不是 是我们四川排的盒粉 是四川盒粉 我没有口红了 我也没有带化妆品 干饭人干完了 我们在这直播有一种美兔 美兔手机直播的感觉 很漂亮光很漂亮 要不要光什么亮 这就全家直播 可以 等会你们坐这 他那个阿姨说了要送给我们那个 你一包瓜子我一瓶水 姐姐姐叫什么阿姨 姐姐姐姐姐姐姐 美女美女 就听你这句话原来就不送你 美女美女 刚刚跟我 刚刚原来是我一直戴着口罩 他刚刚 结果他走了就下班了 夜半就下班了 好好吃啊 干完了 我怎么可能不记个 签这么大的福利你不收下啊 你就是 好爱吃米饭 对不起人家的一天好幸福 好爱吃米饭 我不吃肉丸 好像吃肉 两个大丸子留着吧 只能浪费了 我太喜欢吃米饭 我觉得米饭泡肉汤 真好吃 米饭泡汤天下无敌 哦好痛 我现在就希望待会儿过去吃了 好痛 应该11点吧 好吃 就是它是一阵一阵的 就是我这个地方 它是一阵一阵的痛 口红擦掉了 就是很奇怪 我今天连咖啡都没有喝了 好好吃 哇你吃光光了 就吃两个肉丸子吃吗 看 我刚吃好了两个肉丸子 这个肉丸子 不知道为什么 喜欢吃肉丸子 就是因为这两天莫名的很痛 前两天有一天痛的是最厉害的 但是因为我太困了我就睡了 我就睡着了 那天痛的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没管 但是没有多香 我已经把湿垃圾吃什么干垃圾 点都不剩 肉坏了肉坏了 吃个水 我吃维生素 我去尝 男尾不是男尾 是这 我是胆的问题 我医生给我摸了的 他指了 是这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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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把水 这 我更清楚的告诉他 是哪里痛 如果打囊炎就不能吃太油腻啊 肯定是你吃太油腻了 我吃的一点都不油腻 你这个青椒肉丝饭不油腻 我天天就吃那个土豆肉丝 那也油腻啊 谢谢 谢谢大迷妹的荧光棒 谢谢 sorry sorry 今天真的太sorry了 那我应该不会得胆了 因为我 不喜欢吃很油的东西 我不舒服 土豆肉丝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沙县大酒店最好吃的饭 土豆肉丝 我是青椒肉丝 我是土豆肉丝 我觉得是青椒肉丝 土豆肉丝盖椒代言人 我是青椒肉丝盖椒代言人 我觉得青椒肉丝更好吃 它又有清爽的味道 22块钱吧 你如果还有打折卷的话 可能就22块钱 每天一顿吃到饱 我跟你讲 我有时候该换成多了 然后它如果 就是它如果那个分量不是很够 你自己再准备点那种泡菜 然后加进去 因为它有时候菜配不上饭 就是你菜吃完了还是香蕉饭 我为什么 其实青椒肉丝也蛮好吃 但是我为什么不点它 因为就是我每次 我喜欢吃青椒肉丝 它给我的菜和肉都非常少 我都能怀疑它真的是 真的是就像它吃了一半 再给我拿过来的一半 没必要这么的 没必要踩一捧 这么踩我们的青椒肉丝吧 然后我就不点它了 然后后来 我又点过的土豆肉丝挖上 因为我的青椒肉丝比较贵 足的就是它以前上面是有一个盖子放 专门放菜了 它现在盖子都不给我放了 它盖子都给我省了 直接把那盖子的那一层 节省成本 给我 它直接给我装上了 就是我喜欢的土豆和肉 他们说青椒牛腩盖椒饭 永远都吃了 青椒牛腩 我们试试 青椒牛腩 牛腩 这什么饭 听起来就没有我们的好吃 听起来有点高级 有点贵的感觉 我觉得听起来就要40块钱 我们这个才20块钱 我们这个是真的是好 是真的没吃过 超级好吃 而且我跟你说以前我吃那个 土豆热丝 土豆热丝的盖椒饭的话 我一定要加醋在里面 不会吗 真的真的很好吃 你这样帅气对吧 因为太冷哦 你穿毛衣的人 不是太腻了 刀里毛衣是我在某多多买的 有点辣 23块钱 高铃毛衣啊 23 我觉得都买贵了 买完之后发现有一家13块钱 一家13他都骗你的 然后付款的是19 哦原来你 好有经验 我骗进去 然后我点进去 这我付款的时候 发现还怎么涨了几块钱 而且可能会很薄 我这23还是效果很好 对 吃着还蛮不错的 很柔软 也挺紧的 很长 你现在就慢慢 我觉得 自从 然后我们俩住一起了之后 我发现你的 就是这个时尚品味都变得 你夸我就夸我 怎么还要把自己脸上贴点金呢 你是佛像吗 在上面贴金箔 确实 他开心就好 他开心就好 我觉得人嘛 开心就重要 慈祥 他说因为慈祥 我都还慈祥 明明不知道多少人觉得我 我像一个坏人 坏女 因为他长得很美艳 很有攻击心 很精明 他们说你现在口条力所多了 确实 跟我住 就是跟我经常一起讲话之后 这个口条越来越好 确实 你们记得他刚进团的时候 比如刚进团 刚来N队的时候吗 就是还人很磕吧 他现在已经很流利了 而且还能够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啊 我是在大江面前磕吧 但是我在私底下从来不会磕吧 但你现在在观众场合也不磕吧 偶尔还是会磕 而且你现在讲故事能力提升了 很多MC讲故事都很有起承转合 以前都没有 以前都不会讲故事 现在就非常有起承转合的感觉 已经会埋梗了啊 其实并没有 你这把我抬得太高了 人嘛 就是要跟自己比 怎么能跟我比呢 我没说过要跟你比啊 跟自己比 你是进步太大了 我不跟自己比的 我觉得我跟自己没得比较 因为我觉得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自己 吃你的玉米吗 嗯 吃吃 不好吃 嗯 你可以尝一下 吃吃 它这个玉米也很一般 文诺吗 非常多 就是要磨到 沾在牙上 粘牙是吗 对 还有半个小时 我们过去刚好 是吗 好 11点半是吗 嗯 很硬 它这个玉米一半是手的 我突然忘了明天早还无所分是吗 嗯 明天7点20做造型 对明天7点20做造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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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 就是吃个 我想尝试各种东西 我不想卸妆了 不必吧 我还是想卸妆 好 然后完了做我就给她当机表姐先 可以 太有人的时候 我就起来当机表姐 可以 我们这样吧一人一小时嘛 我们就轮换 对不对 轮班来 轮班轮班 杀了我们 明天握手绘是在外面 是吧 不在剧场 也不在上次那个商场 在一个比较专业的地方 她有说穿私服还是穿公演服吗 私服 怎么可能穿公演服 说实话 她说我没有私服了 那我要好好的打扮一番 先回去就好好把自己的服装搭配一番 先回去就好好把自己的服装搭配一番 我没有服装 我真的觉得有衣服 就这套 这套不能一下穿两天吧 真不行 行吗 我没吃过火锅 我吃了便当 便当也让不上 确实因为今天一直在穿公演服 其实这套衣服上升时间没多长 好就她了 好 好 说明你粉丝很认真今天你的这套衣服 很认真 很认真 今天我上车的时候 我那个司机他一直在问我 他我在 因为有 你们拍反途 然后 他以为我在拍抖音很搞笑 他一直在问我 你是做主播的吗 谢谢 Breeja的99个荧光棒 你是在录抖音吗 他说他们怎么不跟你一起去医院 他有护目 我真的是 富贵装 我没有富贵装 只有秦永文有富贵装 我当时都没有想到 但秦永文的富贵装有点冷 又露肚子又露腿 没有他一直在跟我找 那我要把我的衣服袖子洗洗 秀子当吃便当吃缸 我就把耳机带上 我真的不想 因为我生病就可能难受的时候 我不太想 就是跟那个陌生人打仗 我每次从剧场打车 如果那个司机就是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的话 我都会说我是抖音网红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了 我说我的街拍 我直接就说我说我是抖音网红 然后这个司机就要关注我的抖音 我说不用了不用了 我说别关注了 然后那个司机就会说 懂了懂了 我想说你懂了什么 我又不知道你懂了什么 但是他露出了就是 了然的表情 就是懂了懂了 因为我觉得跟陌生人打仗的危险 就让你尴尬了 不知道他懂了什么 但是感觉最被羞辱 对 我只跟 这也不是啦 不一样了 要看我在什么场合遇到 这种 如果我在舞蹈班的话 那当然无所谓的 一般的我觉得可能是被我的这个 很久没拍抖音了对吧 明天拍一个吧 我明天很好拍抖音 清文抖音拍的好哦 清文就是 我有次发了一个抖音 清文就是会指点我 就在淘稿里面还没发出清文说 就不到位啊 这个表情不到位 特效来点特效 眼睛里面要那种饱含泪珠 悬然玉琴的感觉 他那眼情景剧 然后完了就只会皱眉 对我演得太呆滞了 对嘴是个对嘴 然后人家 因为我看过很多那种抖音上面 拍那种情景剧的那些 我眼睛没有演没有感情 人家眼睛传神的那种 就感觉他真的就在那个情景当中 确实确实 我眼来的时候眼睛已经 哎呀那个泪水感觉到 要掉不掉的那种感觉 哎呦 悬然玉琴 真厉害真厉害 我们雨昕还是稍微的 差了点 刚开始新人演员 刚开始刚开始 新人演员 可能我都做不到你那个样子 你做得到你是耍帅风的 你是耍帅风 你是蹭热点耍帅风 我走的是情景流 不要啊 谢谢来自带的99个荧光棒 谢谢你的荧光棒 我走的就是要做正经风 帅气颜值 我都说了吧 上次不是大家问我们 就是走的什么风格吗 人来风啊 我是 我是小蜜蜂 就是人前当下大家喜欢什么风 我就走的什么风格 我是小蜜蜂 我每天翁翁翁翁 我是小蜜蜂 我每天翁翁翁翁 谢谢金东东的99个荧光棒 谢谢金东东 乖乖隆地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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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方原因吧 就它是一阵一阵的痛 而且你吃饭就是不在点上 就是你吃饭的时间和以前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你从来不吃早饭的 左眼睛下面正在跳是什么 左眼跳财 但是我是下面的跳 就是好多财 左眼财右眼灾 我觉得是生活习惯和 近期的生活习惯会很影响身体 可能近期的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 就会让身体产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我们都要处在一个稳定和平和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 总是追求刺激的话 对身体不好 我觉得最好的祝福就是 祝你永远都平和稳定 我是你妈妈 你管我 我又看不上你 要你管我 你问又能怎样呢 你问了就是怎么 是能跟我在一起呢 还是咋的呢 你问 是很重要吗 对我 刚说完平和稳定 所以我今天 人就开始在这骂人了 对有些时候我很 就是可能这两天 谢谢不停努力的三三的 就是说个荧光棒 我就 怎么会这样子的 我的人生永远是这样子 心态心态 说什么来生活 我在给自己说 让自己 虽然我人在骂人 但是我平和稳定 就是一定要心态好心态好心态不好 对啊但是就是 可能真的有点生病了 就有点痛苦 因为身体上有点痛苦 然后就会 假的 压力其实还好啦 我就是睡觉这两天 睡得特别特别的少 五万五万 我不想 可能就是没有睡 就没有睡太长嘛 今天被偷惨了 就是非常的 舒惨了还是偷惨了 我觉得有点 你竟然被偷了吗 怎么现在还有小偷啊 你有时间好赶 因为我身边已经 那到时候你们就知道 因为我身边已经很久没有 偷东西这种事情发生了 车窗被砸了 哎我也遇到过这种事情 怎么那么放肆啊 那有没有监控 因为在警察场会有监控吧 现在就是天眼这么发达 就是车窗被砸了 太明目张胆了吧 我的一个相机掉了 然后一手机掉了 那你手机掉了 抓到了吗 因为有天眼啊 天眼在 没有天眼 因为我们当时就是 科技不发达 对 确实好多年前的事情 对啊 这是不算偷 这是明目张胆的抢劫 入室抢劫 对怪我 你这叫入车抢劫 报警报警报警 你把那个包明目张胆的 放在那个车子上面 也是 我知道了 以后被未成年人偷的 警察抓不了 教育了一段 那你东西拿出来了吗 我跟你讲 现在这些未成年 真的是仗着自己未成年 无恶不作 作恶多端 胡作非为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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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未成年是祖国的花朵 他是祖国的蛀虫 确实 确实 所以你们也要紧急 不要把包 放在车里 要不然就放在你的座位下面 就是那个 车 没丢什么 但修车前几十几倍 那这个钱肯定让他家里出啊 要不然 你是未成年 你没有钱 你父母没有钱吗 你自己无法承担责任 那你父母就必须替你承担责任 你毕竟你父母没交好 没交好的话 就必须要遭受这样的报应 偷了一百块 人真的是很没有出息 偷了一百块 而且他现在怎么去偷东西啊 现在大家都没有现金 这未成年 你看你书读不好啊 偷东西都偷不来 我小的时候 我给你们讲 我小的时候 你稍微动个脑筋就知道 你去车上面 你能偷什么 现在最值钱的只有手机 大家都没有现金 手机都揣在兜里的 能落在车里吗 不读书 连东西都不会偷 就在这徒劳无功 是不是体现出了 读书的重要性 像我表哥 重点大学出来的 人直接偷大钱 去干诈骗了 先被抓进去了 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小灵通呀 别偷了 我就很拽呢 你知道吗 当时流行那个就是 所以说书读的 少也不行 读书读的多 用错地方也不行 都不行 就是得把你读多书 用在正图上 小时候呢 我们在小灵通上 很流行 挂 挂件 表哥明年出来 然后我就 买了一种那种娃娃 很贵的 20块钱 反正就是那种娃娃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然后 明年就来了 我表哥比我大啊 12岁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 然后就是我的小灵通 然后他 这就是我的 他属狗的你知道吗 然后他是7月份属狗 7月份的狗 然后我是 正月 就三月就是相当于 正月刚过年的狗 然后我妈妈那时候 去给我们算命 就说 我生怕别人不知道 我表哥是一只疯狗 他说六七月的狗 就是疯狗 我走路就走路 会咬人的 但是我正月的狗 是懒狗 就是因为正月的狗 刚好是过年 有很多肉骨头吃 就是很懒惰 因为他不需要 多么的努力 就能得到肉骨头吃 所以他很懒 懒狗 然后说我表哥是疯狗 那个时候表哥 还没有存在这种 不撒职业 结果后来真的验证了 我越来越懒 我表哥越来越疯 疯了 背了个书包 我这么呆呆的 你身边如果有书狗的朋友 七月左右的 大家要紧防他 后来我就 就没办法 紧防他发疯 刚上大学的时候 这个大师说我24岁就会结婚了 就是怎么说呢 说我26岁的时候就会有两个孩子 万一那个坏人身上有 你看完全没事情 他就是说准了一个疯狗和一个蓝狗 我害怕他有炸弹 下来都不准 结果呢我就去跟我妈说 我说妈妈 我说这个大师不准 他不是说我24岁结婚吗 你跟我现在没结婚 我妈说 那就是因为你从事的这个职业 你要不从事的话 你就一定记得婚了 是你篡改了你的命运 我一定要去往上 我说 我一定要去买一个防弹衣穿在身上 原来 原来我的命运 是被我自己篡改的 都不敢穿这种 而不是大师算错了 是被我自己活成的篡改 金刚罩那种东西你知道吗 就是不怕 一个金钟罩 一个铁不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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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怕子弹的那种东西 刀枪不入 对 金钟罩铁不删 什么人都别想伤到你 主要是我怕痛死我 怎么了 有人伤了害你了 没有 就是前几年不是发生了很多 很多地方 持枪抢劫 持刀抢劫 乱砍 他去幼儿园乱砍人 报复社会 对 就是那我阿姨 我害怕得要死 确实 我怕嫉妒我都美了 让我砍掉 不会不会 那想砍人的人 看到你可能会跪下来说 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人 我还要继续活下去 讲文是这样的 对吧 你就拯救了一个迷徒的羔羊 和即将被伤害的 二百多个人 那你这真的是可能 真的是在做梦 或者是你还是活在那种电视剧里 确实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砍我们这种 就看我们漂亮 亲身不愤 你们这么漂亮 肯定很水性羊花吧 杀了你们这些坏女人 对对对 所以我一般出门的时候 我都 刚刚那首歌真的有吗 有 那是SHE的歌 叫金钟罩铁布衫 我要送你一个金钟罩 一个铁布衫 我还你们见面的时候 才会穿得很好看 就是我自己出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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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是爸妈 要保护孩子的心情 就想要送他一个金钟罩 一个铁布衫 让他不受外界的伤害 因为我觉得这样就可以给自己 我送你一个金钟罩 一个铁布衫 MV很好玩 对 MV他们就有爸爸妈妈 SHE他们就当爸爸妈妈 混在人堆里也看不出来的 因为我们用口罩把脸遮住了 因为我们用 五言六色的头发 我们还有五言六色的头发 我们还有五言六色的头发 就一种颜色 我叫红头 落日成好吧 落日成 我想在生日公演之前 去漂一个头发 染一个那种大橘子成 大橘色 我也想我想染一个灰色 但是我们又很怕灰很臭 影响心情 但是我还是算了吧 因为我这次给你们说的 我现在下个月吧 下个月是不是要过年了 哦对 下个月要跨年了 现在十一月份 下个月跨年了 一月才跨吧 我好开心 12月 我还有一个多月 我就要过生日了 亲吻 有一天躺在床上 很认真的 看着自己的银行账单 跟我说 你能提前送我生日礼物吗 我说 那不是银行的 是看着表演服 他看着表演服 他跟我说 你能提前送我生日礼物吗 我说 你要买什么表演服 他说 嘿嘿嘿 我先问他 你拿不上衣料 我后来 我明运就是问你可不可以啊 他后来去租了 我跟他说可以租的了 上海有很多 服装租赁公司 后来我去租 人家那个卖出去 气缩了 对 租古装 因为我最近不是要拍我的生日困演PV嘛 我就去影视成租古装 哎呀 说出来了 古装 是古装 那他们不知道是什么 哦对对对 他们不懂 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古装 无瑕好吧 无瑕风 龙门标局 他要给我们弄到横店去拍 去横店拍 去横店 横店三天乐 大直子 大直子 然后给我们调威牙 然后显现我这个梦想 对 古装偶像剧古偶好吧 大手柄 然后还有非常多打戏 然后专门给我们请的无数指导 无数指导 无数指导是清明文 无数指导清明文 那这样子我不仅收 我还换了一笔钱 你收两分钱 你又是演员又是工作人 好赚啊 我还记得就有一次我们给张雨昕 就那个黄家文章那一次 外面还没请 哎你不让你点 你自己不点 你先点 他当时说了 一人请25 不是 我是50 对我当时说一人请25 我价格高一点又还抱了 我价格高一点又还抱了 一次只要值 值点钱 我就给他请五十 我说请你吃50块钱的外贩 确实 以后我这个 靠体力赚钱 靠体力赚钱 对 听我当时就是凭借自身的体力在赚钱 这不是自身 这也是自身的一种实力 靠力气 这是实力的象征 确实 码头搬运工 搬沙袋 我是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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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没有感情的沙袋 和饮定制这个动作那不可以 我们不能有身体接触 我们有身体接触会罚款的 嗯 因为而且现在疫情很严重的 所以最好我们这个 就是你看我们 你看我们和饮的时候 如果你说要身体接触 可能工作人员也没有制止你 但他摸过的就记下来了 记下来之后叶子就会告诉叶子 因为我们就给我们罚款 或者不告诉你 直接给你扣 直接给你扣 你发现怎么扣钱了 哦就是摸粉丝钱 对 谁让你乱扣粉丝的 触碰粉丝的钱 嗯 说了不能够有肢体接触 说了很多时间是疫情疫情 还不知道 对直接就扣掉 不注意这个健康 你自己不注意就算了 你还去影响粉丝 是的是的 你把人家影响 怎么来看公演 对对 你后来怎么来见你 怎么发你 Don't touch my body 乱扣人不行的 Don't touch my body 好吗 严格杜绝重心 严防死守 对 我们都是绅士守 我就是四八第一防疫大使 防疫卫士 给你封个卫生委员吧 谁要是乱在卫士会什么 电源啊 距离太近了 我就立刻冲上去 拿电报电他 你还要举报成员啊 谢谢你的使命 都给我保持 去礼拜 罚钱可以 这样子吧 我就去收保护费了 你怎么会罚的 明天 大家都不要来卧物 要去干活了明天 我就明天在这个卧手会片场 片场 这叫做片场 卧手会现场 当这个 我都想好了 如果我是黑粉 我就故意 我如果是黑粉 我就故意去找我讨厌的这个成员 去合影 然后故意知己接触 然后让他被扣钱 好阴险 谢谢若月 彩彩的夜碟 谢谢你的夜碟 这种黑粉就是 他一般只会就是 不敢出现啊 是 我是觉得他不会用实际行动出去 这么差劲啊 确实 我觉得这些人都这样 就是网上重选出击 现实生活中有微弄弄 讲 见不得光 是吗 他们都是吸血鬼 但是我很怕 他们 抱着这样必死的决心来害我们 只会看到了 大家 哦 好漂亮 一下子沦陷 一下子人沦陷 会骑青岛 应该有这些 很多这样的 黑粉不会花这么多钱 那你想黑别人 你还不是付出点行动 这世界上 怎么没有付出就像有回报的吗 你以为动动嘴 你的愿望就能实现吗 行动起来好不好 我在这教育 世界上的这些事情 不是动动嘴 皮子就能做到的 你要去 你要去做呀 你光在家里敲键盘 你用嘴说 没有用的呀 你造成不了什么实际性的伤害 你要行动 你要当面来 鱼死网破 会不会 我还要再充一会儿手机的电脑 世界上的事情 我们只能在这里充 要付出才会有收获 要会报 要行动起来 万一待会儿说我们俩手机 我们俩手机都没有电 当面吵架 应该没有人会跟我当面吵架吧 医院没有吵架 很难吵营幕 只有这个便利便利 那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哎呀 你都不要去管第一个人 我们几点去 你自己活得精彩才是精彩 是的 精彩女人 对 我们几点去 马上就去 待会五分钟我们就去 十分钟怎么样 好 就十分钟 刚才回回翻牌 躺下回回翻牌 躺下 坐着回回翻牌 我有时候真 真的是要这么觉得 大家就是有些时候把目光放长远一点 不要去在乎生活中对你 就也不生活中 就不要去在乎别人对你的指指点点 和那些看法 因为小时候 你想一下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就很快乐 就活得很开心 就是因为我们 我心我缩 我觉得小时候是欲望少 没有欲望 我小时候也很有欲望 我小时候从小要求就很多 你想要什么呢小时候 我小时候想要的很多 就是新衣服新鞋子这些吗 新文具 我小时候 好吃的好喝的 其实还好 我觉得我小时候最想要的是爱 我最从小就想要爱了 那很难啊 确实很难 我小时候倒是不缺爱了 我小时候倒是不缺爱了 我没有什么想要 我小时候就想要数学考鸡鸡鸡 我倒是没有 我觉得我反而回 大不了回忆力被打一顿 要反而就是没有钱 哦 就这样 我觉得我小时候没什么欲望 我长大也还好 我小时候对读书是真的没欲望 是我 对读书大家都没有欲望 没有人对读书有欲望 但是有些人非常有欲望 我看24小时乱字 爱好了 就爱好了 我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这种 就是 上学 这种动力 知识 他们对知识有欲望 我小时候 你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爱 我小时候知道 我小时候知道 我小时候知道什么是爱 哇塞 大师兄 大师兄 好早熟的一个孩儿啊 五岁的轻语文跟他妈妈讲 妈妈 我要你全部的爱 我小时候还是爱恋别人 小学 对啊 小学就知道爱恋了 对啊 天呐 好早熟 而且我还给别人写情书 你小学就写情书了 好牛啊 好牛啊 好厉害啊 而且我太 我觉得我自己 好厉害 就怎么说呢 就小时候就很搞笑 天呐 你们要听完我这个故事 我听你说 太好奇了 因为他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然后我成绩非常差 崇拜了是吧 是一种崇拜 你的青睐 你的姿态 再说实话 就觉得 就是觉得他很 是怎么说 感觉他脑子跟我长得有点不一样 哦 就非常崇拜 对 那你会看到他会脸红心跳吗 不是 然后我就想 我当时也不知道 哎 反正就是 就觉得是喜欢嘛 那你小学的时候 怎么会觉得这是喜欢呢 怎么会知道 喜欢是什么感觉的 就觉得 因为成绩太好了 应该是一种很陌生的情感 就觉得成绩太好了 然后老师一直一直表扬他 然后他又平常又很沉默 然后就很神秘的那种感觉 哦好奇 小学啊 很沉默的一个 深深的被他信 小学被一个沉默的男孩生气 好帅 谢谢满满爱赛林的夜店 怎么会 谢谢你的夜店 怎么会 就怎么说呢 就怎么会有那么 跟我不一样的人 对 人怎么可以活成这样 因为我太活泼了 我在班上太活泼了 嗯 而且我小学在班上 都是跟 就是跟 男同学 是朋友 嗯 很少 女同学只有三个吧 是我的好朋友 我永远都记得我小学 是你吗 你说你吗 对啊 就是我小学在班上 哦就跟男生玩的比较好 对 我一般都跟男生玩 什么骑自行车 什么那些 因为你就是男生啊 哈 那不是很正常吗 那希望我的性格比较 那我小时候是在女人堆里混着的 我是贾宝玉 哎呦 我从小就混女人堆 因为很会逗女孩开心 谢谢你的荧光棒 我没有异性朋友 小时候 那小时候身边都是异性朋友 我真羡慕 我没有异性朋友 但有什么用呢 这什么用 还是暗恋人没答应吗 有用有用 就是平常就是什么 你要去买什么东西 男的走路 哦给你跑腿 你就骑他们自己车去啊 他们都是自己给我买 就给我捎带 他们说我要去买东西 有人要带吗 我说我要带我要带 然后我给我们班一个同学 那你人缘可真的好 哦人缘蛮不错的 我就不是那种 而且我直接给他一百块钱 直接上车自己去 我人图大款 我直接给一百块钱 我说这一学期的临时费 他就给我 就是拿钱收败给人 他用记账给我剪啊剪啊剪 关心好 但也不算我的朋友 只是我的跑腿 没有男人 好高深的 好高深 好奸诈的女人 从小啊 利用小男孩 替我跑腿 诡计多端的坏女人 我说实话 真的太好笑了 那后来人家答应了吗 答应什么 我就单方面的 谢谢你的影光棒 那你不是给他 你不是给他那个吗 写情书嘛 然后他没答应吗 我写情书又不会说什么 我们在一起 情书都不写在一起 那情书写什么 我就写了一下 我对他的赞美 就比我给他写了首歌 哈哈哈哈 那你这不是情书 你是表扬星 所以我说这是情书 情书就是要用书性的方式去传情 你只是表达了赞美 那证明你这个是个表扬星 你表扬了他的优秀 也不是个表扬星 就是我去赞美了他一番 然后他怎么说 让他知道我对他的那种情书 情书 对 然后呢 然后就 然后就 然后他去上什么补习班 我就抱一个 跟他一起去上 哇塞 然后呢 他们说你类似粉丝翻牌 真的吗 我说你这个像他们说这个像粉丝翻牌 不敢说爱你 只说你好棒 但我也不是像你们那种 好卑微的爱 就是那么词穷化 我能说的还是蛮多的 小学 因为从把他的长相到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 学习 学习 全部都夸一点 他性格没什么好看 其实我还是很羡慕情书的 像雅啊 因为我觉得感情这种东西是很陌生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一来就意识到啊 但情书文小学就已经意识到了 这就是爱情 这不算爱情 天赋我觉得就是天赋了 就是 就是 就是我是一个比较 能感知爱的人 这很难啊这种情感 可能我比较喜欢崇拜别人吧 我觉得这种情感很难 好搞笑 就是很难去看懂 对吧 确实 厉害厉害 大师求大师求 但是我 我就这种嘴巴很厉害的那种 你是嘴巴很厉害的人 对 就是我实际行动不厉害 哦 不强啊 大师求大师求 那确实能得到摩羯肚子欣赏的人还是蛮少的 你看 他夸他喜欢的人 他也得夸夸自己 那确实是这样子 而且我发现你跟周杰伦同一天生 怎么了 1月18 而且你还跟我初代偶像王月欣也是同一天 他是我哥你才知道 哦 郭德高是我舅舅 哎呦郭德高 哎你别说 三个都是 你们摩羯做的都是挺 挺有本事的 在事业方面 确实 那是必须的 可能我也是 可能 还要你们回去一下 你们还要再等我 可能 大器完成 五六年吧 我跟 我跟蔡康永老师是同一件 那确实 也很像 你也可能要等 等一下 我跟他也很像 你跟郭德高也很像 实际还会到 你跟周杰伦也很像 我跟蔡康永远也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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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慢慢的 我身边还有一个 确实像真的像 我也觉得好像 蔡康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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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 蔡康永远很菜 嗯 挺好的 这很像 因为我们的表达能力 和这个文字能力 都还是很优秀很杰出的 性别不一样 报告是要出了 我们马上就要下 马上就要下播去了 报告 但是我跟有一个国外的朋友 说过一百遍了 还是要炫耀一下 我跟 贾斯林比波 同年 同月 同日生 我的天 太有缘分了 简直是世界上另一个我 另一个巨星我 太优秀了 看来我们这同年 同月同日生的人 都是以后都是要当世界巨星 我明天要拿一个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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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钢 baby baby 你带个大钢子去干嘛 喝水啊 算上时差了吗 不管时差这些 反正就是同年同月同日 当天 而且就算时差的话 也就几个小时 也没有到第二天 又不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 那我们又不是双抱开 只是同一天而已 好的 待会我就会告诉大家 那个 报平安 你跟张慧妹同一天 那你应该很会唱歌吧 唱那个 唱唱 三点三年 三跟八年 其实我觉得你跟你同一天出生的人 其实或多或少都有点相像的 就比如说清雲文和周九伦就有一点 那种 就是 Beacon的感觉有点像 这种耍帅的感觉是有点像的 我跟财富佑老师也很像 你跟Rain同一天 哇那你身材应该很棒吧 你会 嘶 嘶 嘶 嘻哈嘻哈 差一天就没有必要说了吧 哎呦 哎呦 那蛮不错的 又痛了 对 他又有点痛 痛了 那我们去看报告吧 好 我们下 我们下咯 我们去拿报告 拜拜 拜拜 晚安 希望大家做个好梦 睡个好 今晚了 笨蛋 睡觉 再这样 谢谢你们今天的 拜拜 谢谢你们 今天的礼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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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睡 好好休息 注意身体健康最重要了 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拜拜 拜拜 晚安 晚安 晚安